在侵犯法下 被指疏忽的被告人 可以提出不同辩护理由 例如共分疏忽 致怨承担风险 違法行为 以及诉讼时效等等 以下是其中一些例子 共分疏忽是指被告人 虽然对原告人造成损害 但造成损害的部分原因 是原告人本人的过失 这样的情况下 被告人就可以根据 《香港法例》第23章 法律修订及改革综合条例 第21条要求减少损害赔偿 此外 我们应注意《香港法例》第347章 《事效条例》第27条和第4条 这两项规条指出 人生伤害的诉讼时效 一般期限为3年 而其他侵犯行为的诉讼时效 一般期限为6年 民事侵犯责任能否免 要考虑时效和抗辩